港股大跌之后 李嘉诚回购越跌越满是算了 翻看过去十几年的历史 每当市场在底部徘徊的时候 总有旗下公司回购或者股东增持的消息 也会有腾讯等回购 港股过去三个月的调整过程中 这些公司管理层回购的做法是越跌越满 信达证券策略分析师凡继拓表示 3月以来 港股调整幅度较大 恒生指数跌幅超过20% 而明显强于港股上证指数与2月的高点相差不大 关于近期杀跌的 凡计拓认为 金融股从绝对收益的角度已经进入价值区间 年底可关注相对收益的提升 特别是增量资金进来的时候 市场可能会出现类似2014年第四季度的情况